很明显金先生是现实主义的 张女士呢就是浪漫主义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通过这些东西我在我看来其实刹那说错了 你不是浪漫主义者 你才是现实主义者 你跟这个男人是在相亲平台上认识的 一个月之内就闪婚了 这可不像是一个受尽伤害的人的慎重态度 而且你反反复复强调说你的前夫的冷漠 你之所以你感觉到这个男人 可以陪伴你走过下半身 你用了两个字 你说这个男人是可以依靠的 足以说明你对于婚姻的态度 就是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 包括上一段婚姻给你最大的伤害 是那个男人不承担责任 尤其是在钱财上 所以这个男人的大方 给你孩子寄钱帮你还债 这一个举动足以让你心动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一个月之内 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结婚 我觉得很大一种情况下 是因为你觉得这个男人 就是这个男人 我心里恶在槽头 就是这个男人 但是我会有人想说 我希望你能给你决定 对吧 就是这个男人 这就是一件好举办 这就是这个男人 不能还要 那就是童子 他让他打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